只见民众将口罩戴紧进 出示新的PCR核酸检测 隐形证明贴上贴纸后才能进入市场 北市淮南市场日前进行大规模PCR筛检 一共筛了2442人 筛出四人阳性 其中一例为旧案 另外三名中有两名为摊伤 一名为自治会成员 目前都已经进行匡列封摊和居驾隔离 两次啊 这样的话你觉得对你们摊伤 是不是比较有保障还是怎么样 由于确诊摊上的摊位都位在二楼 北市府预计将在15日 再针对二楼热区进行部分PCR检测 市长克文哲表示 现在普筛只是横断面检查 隐形只是当下没有感染 不保证未来不会感染 市场疫苗才是终极解决方案 而目前确诊者摊位 上下左右轴公格摊上都已经封摊 并消毒禁止三天 框列相关人员包含自治会成员 10人全部进行居驾隔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